鸡蛋呢,先给它打散 然后呢,加入100毫升的水 然后呢,我们给它调一个味道 大约呢,三克的盐 两克的胡椒粉 加进来以后呢,我们给它调匀 通常呢,我们在家里做早餐做饼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那种面和水融合度不好 出现面疙瘩的那种状态 那今天呢,老刀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 让大家呢,按照老刀的这种方法来调面糊 绝对不会出现小面疙瘩 就是呢,把蛋液和水先调匀 然后再把面粉呢,调到这个水和蛋液的混合物当中去 倒下来 逐步呢,给它调开 等着我们的面粉和我们的蛋液呢,混合均匀了 那我们这个面糊呢,也就调好了 绝对不会出现小面疙瘩 大家看,我们现在呢 这个面粉呢,和我们的蛋液呢 都已经调拌均匀了 而且呢,我们这个调拌好了以后呢 这个面糊里边,它是没有面疙瘩的 大家看到了吗 今天呢,我们用了100毫升的水 那我们用的面粉的量呢,是100克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对比起来的面糊的厚度 浓稠度是恰恰的好的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 是粉往液体里边加 这样子比较容易调匀 好,这胡萝卜丁呢 我们切的要稍微的小一点 因为它是生的啊 那火腿丁呢,稍微大一点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个火腿丁和胡萝卜丁呢 大约呢,胡萝卜丁是20克左右 火腿丁呢,大约是100克左右 我们把它调匀进去 这个韭菜呢,我们一定要厚往里放啊 因为面糊里边有盐嘛 它就会把它腌腌了啊 这个韭菜呢,水分一出来以后 可以冲淡我们的面糊 容易造成呢,我们韭菜表面呢 沾不住面的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呢,我们在面糊调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韭菜切一切 放到我们的面糊当中去 韭菜切的小粒呢,不要太大啊 3到5毫米长就可以了 来,把韭菜放下去 韭菜呢,我们放到面糊里面去以后呢 就这样放着就好了 不要去搅拌啊 一会儿我们下锅的时候 我们再去搅拌 我们呢,先把这个多功能锅呢 给它预热上啊 如果我们家里呢,有这样一个多功能锅 我们早餐的时候呢 就不会手忙搅拌的 然后我们呢,在这个多功能锅里面 你看它这样子一个六格的这样一个锅体啊 然后我们把它每个格里面呢 点一滴油 大约呢,也就是两毫升左右 然后呢,用油刷给它润开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准备要面糊准备要入锅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搅拌起来啊 这完全都是为了保持韭菜当中的水分不被腌出来啊 来,把它搅拌均匀 每个格里呢,加一勺的面糊 刚刚好呢,我们调的这些面糊呢,能够做六个 相信我们一家人呢,早餐差不多也就够吃了啊 我们的鲜虾就该登场了 那个虾仁呢,我们包好以后呢 每个蛋饼里面呢,放上一颗虾仁 轻轻地按压一下 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感觉到 我们这个面糊的底部呢 应该有一点微微定型的一种感觉啊 像这样子一个蛋饼做出来呢 既好看,又好吃,还有营养 保准我们的宝宝呢,一上午不会挨饿 说话间呢,我们的蛋饼底部呢 也已经开始凝固了 然后我们用一个铲子呢 轻轻地把它推搅一下 如果出现金黄色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转过来 哎,调转过来 间另一面 是不是很简单 相信啊,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学得会啊 我们第一面的这个监制呢 大约在一分钟左右啊 那我们调转过来呢 大约再给它监制三十秒左右 让我们的这个蛋饼呢 充分地重熟一下 好,我们的火腿鲜虾饼呢 就已经煎好了 如果你想让您的孩子呢 早晨起来愿意吃饭 能够吃得饱 就照着老刀的方法做起来 好的 好